第四十題 手壓發電手電筒上的燈泡電功率標示為10瓦 將手把下壓一次可以輸出100焦耳的電能 若要燈泡持續發亮5分鐘 在不考慮能量損耗之下 手錶更需壓下多少次 我們發現我們的功率是所謂的10瓦 10瓦的意思就是說一秒鐘要消耗10焦耳的能量 現在我們要發亮5分鐘 所以有5分鐘 1分鐘會有60秒 所以我們算出來之後 我們總共需要3000焦耳的能量 那麼3000焦耳的能量 我們按壓一次會100焦耳 所以3000焦耳除以100 所以表示我們要按壓30次 第四十題我們說在不考慮能量損耗之下 手把更需壓下幾次 我們答案選擇是A30